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这一期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不是在看议题的时候 不单只是看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透过您的捐款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可以制作更多更好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时的来推荐好书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送大家好书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本书是由联金出版社出版的叫做 在人民之间 这本书是我看过到目前为止在谈有关于中国的民间社会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在里头提到了各式各样在大概1990年之后 特别是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2年之前 在中国的民间社会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包括维权律师 可能包括这个纪录片导演或是民间史学的研究者 还有一些记者 那他们在这个那段时间里头找到了某些的空隙 某些的可能性为中国的人民来发生 甚至也直接对抗了中国的政府 可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快就慢慢的消失 或者是慢慢的衰退 那在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谈这本书 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传媒工作者李志德 来跟我们分享讨论这本书叫做在人民之间 志德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志德其实长期在传媒工作 然后其实也在香港端传媒 也在自由亚洲资深 事实上两岸三地也常常跑 就是做很多很多的采访 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这一本书 是格外的合适 可不可以先请志德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这个大致上的内容 然后作者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好的 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魏简 那这是他中文名字 那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法国的学者 那他所关注的领域其实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这本书其实非常代表他关注的领域就是 这个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这个华人世界的这个底层的公民运动 包括这个底层其实包括了底层的人的活动 以及包括了这个关注 关注底层活动的这些知识分子 那他其实之前他做过这个包括台湾的这个太阳化运动 太阳化学运 或者是包括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 其实都是这个法国这位学者的这个研究范围 那中国的这一本书就是在人民之间这一本书 其实集中的谈这个中国大概从2000年前后 一直到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民间社会的一些活动 那这个什么叫做民间社会呢 也许我们等一下 不是我们也许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那这个界定之后 让他不同于这个早一辈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好那大概时间段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 那在中国其实兴起了一波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 在这个江泽民执政的末期 然后胡温执政的初期 大概在这一段时间 中国的社会包括政治 我们现在看起来 其实相对于特别相对于现在 其实相对是松动 而且比较自由多元的 我说再加上这个网级网路的这个兴起 那再加上这个国家暂时还没有办法 或者是没有去管制网级网路 所以给中国其实带来了一个 我们姑且称叫百花齐放吧 甚至算是一个启蒙运动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这本书其实非常完整的 从不同的方面 像老师刚才讲的 包括了业余的历史 包括独立的导演 纪录片 包括维权的历师 以及这个参政论 没办法参政对不起 论证的部落 论证 对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 可以现在看起来可以说是 非常精彩的一个时代 我想这个阶段其实是对很多 比较年轻的台湾的朋友 可能会比较陌生 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 其实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 然后这一种对于中国的这一种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也非常的严厉 不断的在打烊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当然台湾也会出现一些这种反制的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对抗性的这种论述跟行动 我想从一个当代社会来看 这个发展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中国 其实会有一点点可惜 就像这本书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它让我们再重新看到了中国 其实也曾经在最近这20年当中 也曾经有一个让大家有一点点火花 有一点点希望的这个年代 那这个年代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它把它这一群人当作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 切入来讨论这本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志德 就是这本书谈到的所谓的知识类型 知识分子的类型 或者刚刚谈到的那个民间社会的意义 跟传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那种维护党利益的知识分子 有什么不同 它在这里面指涉的民间社会又指的是什么呢 中国有民间社会这一种东西吗 我觉得在这里头 这本书的开头 其实他先提出了一个作家 那这个作家呢 他既写杂文又写史识 然后甚至也写小说 这个作家叫做王小波 就三横王大小的小 就是这个波浪的波 就不是刘晓波 就是这两名容易搞混 他提出来一个作家叫做王小波 那王小波其实对于这个时代 相当于一个开山祖师这样的角色 那他之所以能够称为开山祖师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非常有意识的去标举出 后来的这一波运动里面 所有要关注的这一批人 他在不同的文章里面有不同的称法 那在这里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把他称为社会的边缘人 那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 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在不管是更早的这个文革时代 譬如说在经历过文革之后 很多的知识分子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文革时候的经浴 那谈的是他自己在这个下到底层 譬如说他到一个农村到一个乡下去 他们叫插队落户 然后跟农村发生的关系 那他认为这样其实就已经是他在这个 做了一个底层的中国底层的历练跟实践了 然后回到了这个文革结束之后 他回到了他这个知识分子的阶层里面 然后他这个一苦思甜的去谈他以前 在牛棚的往事 或者在什么地方的这个经历 那这个是当时一个流行的书写 或者是流行的看待历史 或者是看待中国的方式 那一波的知识分子 但是王小波觉得 这个事情不能只有这样谈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其实出现了非常更强大的这个阶级 阶级分裂 那这个阶级分裂跟分化呢 包括了今天你长有这个 从这个你长有知识 你能够下海做生意 然后因此你能够赚到钱的人 这个是社会上的一个阶层 那但是不能 这个社会不能都有这些人 去掌握了话语权 因为在一个正常社会里 这些人的话语权其实本来就是大的 那他觉得今天在中国的真正的边缘人 变成了譬如说 当中国在都市化的时候 他们还留在农村的这样的一批农民 或者是当在农民工作 没有办法生存 他必须到城市来打工 在中国叫做农民工的这样的一批人 这批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是没有办法发生的 他觉得知识分子的文本 应该要覆盖到这些人 或者是今天在家里 大家知道有一阵子中国经常发生这种强拆的事情 就是这个强迫的都市化 在这个都市化的过程当中 他的房子被强拆了 因此他就这个带着一个文件 然后再这个跑到城市来 然后辛苦的甚至跑到北京 然后辛苦的在这个 政府办公室前面这个流连不去 希望有一个官员听到他的冤屈 像这样的一群 他们叫做上访的人 上访 对 像这样的人 这个都是这个王小波认为 知识分子必须要关注到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思想为核心 所开展出来的这个各种论述 那这个是这一波非常大的特色 也就是这一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这个中文书名 其实很简单 就叫做民间 那这个就是王小波所定义的民间 我这里很有趣 就是他特别也提到说 在传统上面 有些中国的知识分子 都会谈到那个所谓的大叙事 就是说这个要做一个大的制度性的改变 或是结构性的改变 特别是在 不管是在比较维护党的利益的 这些知识分子 或者早期的共产党 甚至后来的六四的这些 很多的论述都是觉得 应该在一种制度上面 大型的改革 可是王小波之后 就发展了一些比较有趣 他们其实 在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也是引用了 包括像葛兰西跟 这个复刻的观点 就会觉得那个权力 是蔓延在不同地方 或是生长在不同地方 那刚刚谈到 智德谈到王小波 我想要念书中 他有一段话 他说这个任何社会里 都有弱势群体 比方说小孩子低智能者 顺便说一句 孩子本非弱势 但是在父母心中 他就弱势得很 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文明国家的各种福利事业 都是为此而设 但是我觉得科学艺术 不属于福利事业 不应该以关怀 弱势群体为阻止 这样关怀下去 没个底 那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 不仅不是去关怀 弱势群体 而且应当去冒犯 强势群体 我觉得这里很有趣 就是这边谈到的弱势 其实就会变成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包括小孩子低智能者 或是刚刚谈到的农民工 或者是这些被破迁的人 那另外一个部分 他会谈到说科学艺术 就是我们谈到科学艺术 科学可能是一个中立的 艺术可能是一个美学 那他说这个不是 专门来为弱势者的发声 而是要去对抗强势 为什么在当时的这个社会 会发展出这一套的思维 而这一套思维 是有办法落实的吗 就是在中国的这样的社会里头 我觉得在实践的问题上头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 后来我们慢慢要谈到的一些 谈到的一些历史 其实都是在实践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观念 然后用不同的方法 譬如说用这个 重新用这个历史的研究 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譬如说历史的研究来讲 在文革的历史里面 过去经常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去看一些 这个重要人物 这个谈文革 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个人传记的方式 这个读传下来 那但是个人传记 大家知道就是说 能写个人传记 还能给他出版 不管你透过什么方式出版 大概都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在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除非在文革那样的 动乱环境里面 就是只要一回到成平时期 你就拥有强大话语权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不是 王小波觉得 更需要关注的一群人 他觉得需要关注的一群人是 在文革当中 其实在那个动乱的政治运动 底下的一些场面 譬如说一般人 或者是农民 所以他曾经讲 可能不是他 但是曾经在这一波里面 有人强调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文革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里面 其实 平民或者是农民的受害 受害程度 其实远远超过于知识分子 但是后来反过来 是知识分子的声音 其实大过了农民 然后被形作的 好像其实是有一点 底层人民上来造反 然后迫害了知识分子 但是其实是在一个政权底下 大家同等受害 而且你越是低层的人 其实受害越严重 所以这样的一个低层的人 其实包括了 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 有非常多的被征收土地 被破迁 被拆房子的这些人 而这些也都是这里提到的 这些所谓低端人口 也都是这些人 他们所要去发展 去发扬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是他们的声音 那但是这个透过色声音 其实蛮有趣的 他必须要去对抗 这个有权利者 所以你刚刚谈到的 在这个历史论述上面 其实有一批民间学者的出现 那这其实也让我想到 冯克的三部曲 他其实也在谈 这个大饥荒时代 这个毛泽东等等的 这个过程 他到很多的乡间 去采集了很多的资料 但是这些东西都已经 慢慢的又被收回去 又不见了 那所以这个民间的力量 民间的史学 到底怎么去建构 一些新的论述跟可能性呢 这个我觉得 怎么讲呢 就各种条件搭配吧 就是说天使地利人和 就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书里面 其实谈到了一个历史学者 叫做沈志华老师 那沈志华其实 他其实有点传奇 就是说他之前其实是 在解放军里面当兵的 然后后来从军队退下来之后呢 他是一个对个人非常 非常自觉的 就是说我今天要先赚够钱 然后赚够钱之后 我再来做学术研究 一来我生活无余 二来其实我有大量的 这个经费跟资源 因为他假设他是拿不到 官方资源的嘛 所以后来他就去 这个倒卖黄金 就是转手卖黄金 然后赚了好多钱 那后来其实这笔钱呢 帮助他 给他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就是在做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沈志华老师后来 在华东师范大学 跟另外的一批老师们 他们从一个很特别的途径 去找到了档案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中国的政治研究里面 特别是你研究 高层的政治历史的时候 直到今天其实 除非你是这个官方 这个认可的史学家 否则的话 你几乎没有办法接近档案的 但是在90年以后 大家知道东欧共产党垮台 包括这个前苏联 后来变成俄罗斯 其实也变得相对比较开放了 所以他们能够到俄罗斯 或者到这个 到这个前共产党国家去 因为他自己也有钱 然后通过经费的赞助 或其他方式 拿到大量的档案 为什么那里会有中国的档案呢 因为当时大家记得早年 这个中共还在 这个共产国际底下 所以其实当时 很多的重要政策 是要通报其他的共产党 各国这个兄弟的 所以很多在中国内部 拿不到的档案 你可以到这个 到这个俄罗斯也好 到波兰也好 到匈牙利也好 你到他的档案馆 其实反而能够找到 当年中国共产党通报过去的 一些档案 那就包括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 对国外这个共产党兄弟们的 这些说明 所以神职华老师的这个研究的特色就是 他有大量的这个国外 特别是这些东欧国家的档案 透过这些档案回头过来 重建这个中国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如果把档案材料 分成高低层的话 那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像这个 譬如说像在写大饥荒的这个杨继成 因为他之前是新华社的记者 所以他其实跟这个各省 省一级甚至县一级的 的这些档案 他有这个新华社记者 有个天然的权威嘛 然后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之后 他能够取得那样的档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不管是沈志华老师这种 从高层的 或者是杨继成这种 从下层的 从中下层的 他们都用不同的方法 去找到了原始的档案 然后带着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民间的这样的问题意识 去重建起这个中国 特别是反右运动以来的 这样的一段政治历史 然后其实已经非常 有系统的撰写 然后出版 那包括其实我相信像 冯克这样的历史学家 其实都受益于这批学者 包括他自己的努力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生命会找到他的出口 虽然看现在看起来这个出口 好像越来越紧缩 但其实仍然有很多的力量 特别是在刚刚谈到的 这个2000年左右的这个阶段 这个民间的力量是很强 那刚刚其实介绍了蛮多 都是透过书写 透过研究来去建构论述 或者是为这些弱势发生 可是在实际的行动上面 我们待会就来跟大家谈 例如说维权律师 其实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写了 他可能其实包括了陪伴 甚至透过这个他的专业的能力 去跟政府去跟这些 这些比较压迫者去 透过官司的工坊 还有包括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可能在网路时代 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 在中国南方广东的 南方周末等等的报业的出现 他其实也让当时有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请志德回来 再跟我们讨论 这几个不同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怎么样找到这些出口 他们怎么去回应 这个政府的极权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做出来的东西 写出来的报导 其实台湾我觉得从来都没有跟上过 不是说以前好或者是现在不好 是我们从来就孤辱他们 我很诚恳愿意这样讲 所以如果说大家愿意回头去看 这个时代中国所产生的东西 也许你没有头绪 但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相信你会有头绪 你有了头绪之后 你慢慢的了解 他们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之下 做出这些事情 那你就会知道 其实中国在现在的 这个极权的铁板一块底下 蕴藏了一个 我相信还蕴藏了一个极大的动能跟潜力 那这个动能跟潜力 是他自己自我改变 那能够让他变得更好的一个动能跟潜力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三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全民的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能够透过捐款 或者分享我们的这些内容来支持我们 你的捐款不论多少 都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是让我们可以持续走下去的力量 今天在节目当中 再一次来跟大家介绍书籍 这本书叫做在人民之间 是由魏简所写作的一本书 联金出版社出版 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送书 所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的粉丝专业会有相关讯息的介绍 也请你务必要帮我们的粉丝专业来按赞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是 台湾的自身传媒工作者李志德 志德你好 黄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开心自得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介绍这本书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阶段当中 也大概把这本书的一个源起 还有他大致的一个精神 跟他想要谈的东西也做了一些介绍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 就把这本书要谈的各式各样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些的这种陈述 刚刚在上一阶段我们也介绍了民间史学家 民间的这个书写者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请教 其实也是智德很关心的是中国的这种维权律师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当中包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藤彪 普世强这些律师 他们其实都非常敢站在第一线 透过这种法律的诉讼的方式呢 去为中国的人民去保障他的财产权 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 是 在回答管老师的问题之前 我先多讲一句 就是对于刚才那个所谓民间历史学者的这个书写 那我自己书架上有一本书 我介绍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书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然后出版的是香港中文大学 那这一套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批史学家 包括沈志华老师在内 所策划的一个 他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等于是从这个中共建政 一直写到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他们策划了十个单元 但是这十个单元其实没有出完 因为其中有一些老师 比如像高华老师 在过程当中他其实就过世了 所以他那个部分大概就没有完成 那我曾经在一个演讲里面 来知道这个书在香港中文大学能出到什么时候 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我今天拿出来呢 是希望大家只要看到就把这一套书收起来 因为将来还不知道有没有 就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 而且是真的是一套非常好的了解这个中华共产党历史的 一个全史的一个著作 这是第一个 再来的话就是回到管老师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 在政治的实践上头 这一辈的这个法律工作者 或者政治工作者 其实跟这个八九六四那一代 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八九六四那一代 其实管老师在这个前一趴的节目里面 开始其实又谈到了 他们会谈一些很大的历史观 或者是很大的这个的这个政治观 譬如说从这个威权就要到这个民主 然后或者是大家如果更 如果听过这个这个聚集 譬如像和尚 他就觉得要从这个亘古里面 改变中国人的文化 我们以前是这个黄土的 是面向大陆的 那如今这个中国人要面向海洋 所以八零年代的那一批知识分子 非常好谈这一类的很大的论述 但是回到这个管老师 谈到的这个维权 维权的这一辈 这一辈不管是政治工作者 或是律师来讲 他们更强调的是 回到一个一个的个案里面 也就是说 今天要改变一个政府的这个路线 不见得是从根把它推翻了 而是在这个中国政府 自己也承认的一些 法律价值 或是法律制度上 譬如说你翻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他就保障了言论自由 然后他就保障了这个基本自由 各种我们宪法规观念里面的 这个的自由权利 他其实都是保障的 那既然他自己也这么说 那你就跟他玩真的 好 那你就在这个所有的法律条件上面 去要求他落实 好 那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今天在 譬如说面对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他的这个家被人家强拆了 而这个强拆是不依据法律的 这是这个横行蛮干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帮他打官司 而我不见得现在就要马上推翻共产党 好 那我帮他打官司 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 也许我可以找到法律的漏洞 也许我可以找到 我姑且把它叫做良善的独裁者 好 我如果能够找到良善的独裁者 我就有了空间去敲动他 那敲动的这个个案多了 我就有希望从量变 变成这个质变 然后慢慢慢慢的改变中国 我觉得是这个是这一本书里面 所叙述的法律工作者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方针 或者你说是一个行动策略 对 不过在现实上面 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就是当然在一个理性上面 就是一个以法论法 反正你就是这样子声称 这样子宣称 我就要求你去做这个落实 可是这个法律在实际的执行上面 它其实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轨迹 各式各样的暴力在里头 维权律师在真的有办法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是没有办法 可是在当时他真的有办法去做 所谓的伸张正义这件事情 其实曾经有过一些案例 就是让这 这个持这个看法 或者走这条路线的人 非常的振奋 这书里面其实很大篇幅 谈到了孙志刚案 那这是一个已经过世的年轻人 那简单的讲 就是说在大陆 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户口制度 你理论上 你没有广州户口的人 你就不能在这个广州生存 否则你就要去办赞助证 暂时住在这边这个赞助证 那如果你连赞助证也都没有办 或是来不及办的话 那这个时候警察 在那个时代的制度 警察是随时就可以逮捕你 然后把你这个拘禁起来 那孙志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工作生活 然后因为没有赞助证 所以被警察抓到这个警察局去 那意外就不光是 不一定是意外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死了 那就死在警察局里面 因此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那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书里面有提到的一个 一个法学教授叫做许志勇 那滕标还有 还有三 就一共有三个法学博士 为了这个事件 就公开发表了一篇声明 就是希望按照这个 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 按照违宪审查的原则 去宣告这个 去宣告这个 怎么讲 警察抓人的这个行政规则 是无效的 是违宪的 那对中国来讲 这个可能是第一起 从民间的法学者 自发来发动 要求政府宣告 某一个法规无效的一个行动 那这个行动呢 后来还真的成功了 那成功当然不是直接的成功 不是政府就接受了 那当然政府表面上没有理他们 但是实际上后来 确实由全国人大去 发动了一个违宪审查 然后就把这个法规备了 那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后 当然会让所有的这个 法律政治 或者是公民权利的工作者 感到非常非常的振奋 那就是像这样的 非常非常零星的个案 就像这个黑夜里的星星一样 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流星 你就会觉得 这个路线走下去 是有希望 是可以实践的 许志勇的一些 不管是他行动 或是一些谈话 其实我都觉得 相当程度的都可以代表 这本书要谈到的 那个回归民间 回到日常生活的 这种所谓的抵抗 对抗的这个意义 我念一下书中 有一段许志勇的这个说法 他当时在谈的是 所谓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当然在中国 也是一个被高举 也被打压的 这个一个运动的形态 那这句话他这么说 他说每个地方 都会有当地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这个贪官 贪官跋扈 城管打人 环境污染 司法冤狱 强拆征地 乱罚 乱罚款乱收费等等 我们要把这个眼睛 向下真切的关心 弱者的不幸 帮助他们维护权益 公民群体要做事 实实在在的帮助人 只有帮助了许多的人 我们才有办法 扎根于社会 得到广泛的支持 才有力量去推动中国民主 宪政的进程 政治本来就是该为公共服务 当下中国社会有大量服务的机会 那这本书的这篇文章 其实就像我刚刚谈到 回到那个日常生活 包括城管打人 包括这个乱收费 乱争征收等等 都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对抗的 一个切入的形式 而且我会觉得 更重要的是会让大家知道 知识分子不是眼高手低 他特别强调眼睛要向下 去看这个普遍的社会大众 他们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 是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 其实在这个许志勇的 这个新风铭运动里面 他其实关怀的群体 真的非常的落地 就真的非常的脚踏实地 譬如说他还会去关注 这个农民工的权益 就是那种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就是那种到跟着爸妈到这个城市来打工 但是因为他在城市没有户口 所以城市的工地学校就不收他 那于是这些小孩只好去上那种 民间办的那种农民工的学校 然后或者是说 他其实他爸妈在北京也许打工十年了 但是今天他要考高中也好 考大学也好 特别是考大学 他还是得回到贵州去考试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北京考试 因为他的这个户口在贵州 所以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徐志勇因为这样的一个关怀面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累积了非常高的声望 或者是好多人愿意找他帮忙 那越有人愿意找他帮忙 他的这个影响力越大 其实就使得他自己越危险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极权社会里面 在极权国家里面的一个终极的矛盾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你声音不大的话 有权利的人是不会理你的 根本不理你 没有人跟随你 但当你跟随的人越来越多 你能够调动更多的这个社会力 到你这边来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这个极权政府打击的对象 那我觉得因此 这个只能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坦白讲揭露的比较少 我要讲的就是官方的这一面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这一批活动活动家 他们活动的时代 大概是在这个江泽民的后期 大概到胡温的初期 也就是说在胡温的政权里面 究竟怎么看待这样的一批人 那这样的一个看待的路线 与之对应的路线 到了习近平时代是怎么样被改变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 对那这个也我们在探讨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 或是社会实践的这个个案 在探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一面 就像今天很多人在谈李登辉 当年跟民进党的关系一样 就是说这个有点像两个人跳舞一样 就是说我们你不能只研究一个人 那或者说当我们一个人研究完之后 我们必须得去研究另外一个人 才知道这个舞是怎么跳起来的 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 一个观点一个切点 就是到底一个不管是胡温也好 或任何一个这个执政者也好 他到底要怎么去看待 这个社会当中的民间运动 那其实在不只是我们看到 某种维权的这种运动 在当时曾经有这个乍现曙光 当然因为709大抓捕 很多的律师都都被抓走了 或者是有些就跑到其他国家 例如说我们刚刚腾飘他就在美国在那边继续的研究 继续的教学 那但是在在那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算是一种高级的治理的技术 一部分去展现出我们还有一些 在中国还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 让民间可以反映不同意见 或是有某种民主的象征 另外一部分其实也是去抓出他们当地社会 中国社会的某种贪官污吏 例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传媒圈就有所谓的异地监督 就是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 我今天北京的媒体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去监督 北京的这种党委市委等等 或者是我是一个山东的媒体 我也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如果是一个广东的媒体 我就可以异地去监督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中国的北京政府或是中国的高层 就会知道原来哪个地方 他曾经有这个难关物理 哪个地方有民怨 他就可能可以去做一些 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应 可是后来连这个东西也都没有了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曾经看到过在中国有很多 这种所谓的商业化的报纸 或是都市化的报纸 曾经有一度的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那当然从治理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只是让你发声音 然后我可以去找到 我要去斗争的人 我要去让这个社会更好 可是对于一个实践者来讲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在实践我的某种的理想 所以例如说最著名的 大概就是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有很多的媒体工作者 他们所做的调查报道 他们对于所谓的权力的监督 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是我觉得媒体其实是这个时代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特别是这个管老师研究 研究新闻传播 那我自己是做这个工作的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看 看当时中国同行的表现 其实真的是从心里面尊敬他们了 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集权的环境里面 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戴着手铐脚镣 你还要跳舞这样子 那你还能够你还能够跳得漂亮 那这个我觉得几个几个因素 凑在一起造成的 我觉得第一个因素其实是 当然中国相对开放自由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有管老师讲的 这个异地监督的这个空间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因素 我觉得第二个因素其实是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关系 所以使得这个大众对于媒体的需要 其实越来越强 那大众对媒体的需要强了 我这样讲就是说 以中国的体制来讲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以南方这个地方来讲 每一个省有每一个省的报纸 然后这个省的报纸是 怎么讲 就最大的这个报纸 以广东来讲 就叫做南方日报 但是南方日报是非常无聊的 就是里面登的就是党中央 这个总理的讲话 宣传性的 就是宣传性的 就是基本上摆在图书馆 然后不会有人看的那一种 但是它是这个代表一个省的一个报纸 然后在下头呢 就会有这个所谓的都市报 那在南方的话叫做南方都市报 那譬如在北京叫新京报 在这个在这个西安叫做华商报 这一类的都市报 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中国经济发展 人民对于这个资讯的需求是变得非常的大 然后也包括了人民希望这个以这个报纸来监督这个政府 这个监督政府譬如说包括什么水沟不通啦 然后这个地方小这个地方官员的弊案啦 或者是这个这个办什么事情不利啦 那因此以这样方式去办起来的这个都市报 其实非常受到的欢迎 那人民对于这个一般的受众 对于这个资讯的需求多 但是媒体又是管制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的广告或者是销售的资源 就会集中到当地的都市报上面 因此能够使得报纸得到非常好的这个 非常好的经济上的收益 然后他有够好的这个薪水 能够去养够多的记者 那所以这个时代要 我觉得可以注意到的就是说 当时在中国做记者 其实是非常好的收益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薪水也好高 这个在我们台湾无法想象的事情 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那时候 跟一个大陆的这个记者 就吃吃饭聊天 然后他自己大概 他说他大概毕业五年左右 然后五年的时候呢 他说前两天 他才跟他这个同学开同学会 也就是说大家都毕业五年嘛 然后大家去做各种不同的工作 有当公务员 有到公司当职员什么的 那他是当记者的 他就说吃完那餐饭之后 因为我做记者 所以我是有能力 而且也必须帮这一餐都买单的 也就是说 今天我同学一起毕业 当记者的人 五年之后 你的经济能力 是比你所有的同学高出一级 以至于你必须去把那一餐饭 买单买掉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 但当时在中国确实是这样 那这个好的经济收益 启动了一个好的社会循环 也就是说今天媒体赚越多钱 他就养越多的好记者 养越多的好记者 然后就能够做更多的报道 做更多的报道 他就能够赚更多钱 这个是一个我们到今天 都还在梦寐以求的一个良善的循环 那很短时间 就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出现 出现了之后 那这些报道 绝大部分都能够 绝大部分也都 或者是大概有一半吧 也都能够发出来 那当他有一半 能够发出来的时候 他就足以发动起 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 其实也不是只有记者的收入不错 我就所知 在中国或香港媒体的稿费 其实帮他们写稿子的稿费 也是很不错的 这是题外话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确是帮对一些 这个所谓的读书人 或者是对于一些 这个记者是非常尊重 而且有这样的空间 让他出现 可是在现在 我们当然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几乎是看不到了 就是有几个 当然一切都是 一切都要去听党中央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习近平的意志 就是党的意志 党的意志 就是这个传媒的意志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就是虽然他们开始有一些 所谓商业化的这种倾向 但是这个商业化 其实是往娱乐的方向去发展了 而不是回到那个所谓的公共讨论的 像美国或是欧洲 很多报纸的商业媒 事实上它还是发挥的 这种独立监督的力量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当时的网媒兴起 有很多的部落客 在他们的或是博客 在自己的网路上面 或者是在这些微博上面 可以对一些事实 一些事情畅所欲言 可是你会看到 这个不仅是被警说 你也看到这些所谓的网路 或是博客 其实也开始玩 偏向一种所谓的电玩 或是娱乐产业的发展 这个整个来讲 都会看到在中国 不管是在于所谓的传媒上面 或者是刚刚谈到了 维权律师的大抓捕 或者是刚刚谈到了 民间文学 民间的这种所谓的书写 它都面临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紧缩 这似乎是在2012年 这个习近平正式上台之后 才发生的事情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大概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分歧 就是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这个中间的机转 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不清楚的 就说有可以看到一些迹象 那这些迹象 零零星星的 但是我们现在拼不成一张 完整的图 比如说在习近平继任的前后 我们只能够感觉到 他的这个接任 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这个不稳定包括了 譬如说 当年几个高官的财产 家里的财产 包括习近平自己的财产 都被丢出来 都被人家泄露出来 包括温家宝也被泄露出来 那在温家宝 我觉得温家宝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温家宝其实在他的 如果大家记得你回去看 他在卸任之前 包括接受CNN的访问 都谈到民主这件事情 或者是他们不会谈民主 用他们的话来讲 是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重新引用邓小平的话来讲 就是说 今天政治体制改革 是在经济改革之后 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果不做的话 你连经济改革的成果 都会得而复失 温家宝突然在卸任之前 引用起邓小平的这句话来 所以你只能感觉到说 这个高层出现了非常激烈的 这个政治冲突或者是斗争 但实际上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民间的社会 就民间社会的 就这本书里面 所你能够看到的 不管是这个政治公民权命 上的维权运动 法律上的维权运动 这个纪录片拍摄 播放的空间 或者是书写的空间 网继网路上的空间 媒体上面这个监督时政的力量 独立电影等等 独立电影 对 一个一个被消灭掉 那我觉得 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 大概其实跟习近平个人的意志 或是习近平上台的这个前前后后 中共高层出现的一些 政治上的纷争有关系 但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们到目前是知道的 当然这样的一种现象 也不是有发生在中国 我事实上在关心观察香港 研究香港 我也发现2012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转折 例如说就开始 所谓的反国教等等的运动 就出现 就是包括他们要去紧抓 香港的教育系统等等 你就看到 这个时间点事实上 是非常非常有趣 并且值得关注的 但是如果回到台湾 我们当然知道 中国对台湾 不管是在国际社会的打压 也好或者是每天有这么多的军机 在台湾的台海的上空 这样子绕来绕去 或者是不断的去造成 台湾内部的一些冲突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对中国是一个敌国 或者是甚至 虽然不是敌国 恐怕也不是一个友善的国家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认识中国 这本书的作者不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 那不是铁板一块是这样子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认识他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认识一个 我们不喜欢 或者甚至是一个敌国的这种状况呢 是我觉得习近平 如果我们刚才以习近平上位来算的话 到现在其实也就十年了 那十年的话 你今天在台湾来看看 以十年这个时间来讲 比如说假设这个现在开始关心政治 关心社会的这些 这些朋友们是25岁好了 那十年前你大概就15岁 也就是说 当你15岁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中国 其实就是已经是习近平在的那个中国了 那从15岁到25岁 建立起你对中国的印象 那这个印象就是一个以习近平 这个塑造的中国为代表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听 这个如果有机会听到 这个看到管老师这个节目的话 那我们要谈的就是 大家15岁之前的那个中国 那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对中国 我相信是没有印象 甚至你就埋头读书嘛 你不会去管到中国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今天要重新看这本书 就是说在大家15岁 甚至10岁之前的那个中国 曾经有一段非常重要 非常精彩的时期 那我愿意这样讲 就是说别的东西我不敢讲 但是因为我自己做媒体工作的 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 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工作者 做出来的东西 写出来的报道 其实台湾我觉得 从来都没有跟上过 不是说以前好或者是现在不好 是我们从来就不如他们 我很诚恳愿意这样讲 所以如果说大家愿意回头去看 这个时代中国所产生的东西 也许你没有头绪 但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相信你会有头绪 你有了头绪之后 你慢慢的了解他们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之下 做出这些事情 那你就会知道 其实中国在现在的这个极权的铁板一块底下 都还在那个地方 你说十年很久 但其实好像也没有很久 一下就过了十年 所以这些人要不就还在中国 要不可能在台湾 在香港 或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所以我觉得希望通过这本书 让大家认识这个中国的这个丰富性 跟这个中国近代这个知识分子 或者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 政治工作者 其实他们的这个思维是非常的活泼 而且他们是也形容的 的确就是中国不是铁板一块 不管我们怎么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或者是一个态度去去面对中国 或者是去认识中国 或是对于中国要采取什么 我想在民主社会都是一个自由 你都有可以有自己的各式各样的 这种选择 或者是自己的行动 但是去不管你用什么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国家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面对这个国家 认识他 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基础 尽可能的全面认识他 恐怕也许必须要尽量的去试试看 所以非常推荐这一本书 连京出版的 就是在人民之间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送书给大家 请大家务必要去留意 我们的粉专讯息 今天非常谢谢李志德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谢谢 请大家务必记得参加管老师的活动 把那个书都拿光 对好谢谢志德 谢谢拜拜再会 嗯